打擊頭號敵人 美兩黨合推 兩大超猛法案 中美科技戰 研發能力 美國拋離中企一條街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嚴 拜登上任後 雖然中共一直呼籲 不要脫勾 噴噴私貪 但是中美科技戰仍然持續升溫 就在前幾天 傳媒剛剛報導 美國政府正在醞釀 可能最早在5月份開始 會要求在美國營運的公司 必須先獲得許可 才能使用中國 或被視為敵對國家的 資訊科技設備和服務 這個新規 顯然是美國針對中共科技公司 一系列制裁措施的延續 也表明拜登政府 在科技問題上 還是特規敗除 基本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 針對中共實施的貿易關稅 科技禁令等制裁措施 不僅如此 美國還有兩個全方位 應對中共挑戰的方案 也正在審議和醞釀之中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 中美科技脫歐 看來是不可逆轉 這樣 如果中美脫歐 誰將會受害更深呢?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方面的話題吧 先講講這個新規定 具體應用的範圍 包括關鍵基礎設施 和電信網絡中使用的硬件和軟件 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技術 以及處理個人資料的服務 還有監視設備 好像是支持互聯網的閉路電視 感應器無人機等 譬如 美國企業在內部網絡中使用的中國路由器 使用中國雲端服務來處理客戶數據 或者在工廠使用的中國錄影鏡頭等 都可能受到審查 這樣 目前被美國視為敵手的國家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中國 還有就是俄羅斯、北韓、伊朗 以及委內瑞拉和古巴等 這樣這個法案 會影響到多少間企業呢? 根據美國商務部估計 在美國 約600萬間公司之中 有四分之三使用外國技術 所以這個法規 可能會影響到美國 450萬間企業 聽上去數量驚人 據說美國商業界 也對這個比例感到震驚 而這些牽涉到的外國公司之中 又是中國公司佔大多數 這也顯示出 美國政府確實認為 中國科技產品 對美國國家安全 構成了威脅 也在今年一月初時 傳媒就曾報道過 小米錄影鏡頭 被鼓鼓緊急禁用 因為當時有一位美國網友發帖說 把小米的錄影鏡頭 連接到Google Nest Hub 即是接到有螢幕的智能家居設備 本來是要看看自己家的情況 但是就意外看到其他人家的畫面 有正在熟睡的嬰兒 還有睡在客廳燈上的老人家 還有空無一人的房間等 雖然小米後來解釋說 這是因為一項測試新功能 所引起的 後來已經修復了 但是無論怎麼說 中國科技產品 存在各種安全流動和隱瞞 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 剛剛前兩天 大陸的一位網友 又在論壇上發帖說 自己家裡的電視竟然被監控 原因是覺得家裡的電視有點疾疾 就檢查一下系統 結果發現電視每10分鐘 就會自動掃描家裡所有連接網絡的設備 然後將資料自動發送出去 這位網友質疑說 確定這不是間諜服務 只不過這項免費特殊服務 是來自中國的本國企業 有網友回覆說 國內的智能電視 甚至可以自己刪除應用程式 中國科技企業 真是危名軟波 我們看到 在拜登上任以來 美國仍然不斷對中共的科技公司 制出制裁措施 好像在3月份的時候 美國點名華為、中興、海康、威士等 5家中國公司的通訊設備和服務 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此外 美國商務部也修訂了 對華為出售產品的許可證 進一步限制相關企業 向華為提供產品 4月8日 美國商務部又宣布 將7家為中共軍方製造超級電腦的公司 列入管制黑名單 同時 這兩個月商務部還忙著向多家中國公司 發出傳票 要求提供在美國業務的資料進行審查 目的是阻止任何被認為風險大的交易 以防止洩露敏感資料 不僅如此 還有兩個被視為理程碑的法案 也正準備出爐 一個是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 另一個是無盡邊疆法案 先說這個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 在4月21日 美國參議與外交關係委員會 以21票贊成 一票反對 通過了這個法案 這是美國第一份跨黨派共同制定的 在全球範圍內 大規模抗衡中共的法案 涵蓋了政治、經濟、外交、軍事、人權 以及傳媒等領域 路透社形容 法案體現了在深度分裂的美國國會當中 兩黨在對華強硬路線上罕見的一致情緒 法案已經遞交給參議院審議 之後將會由100名參議員表決 這樣它具體有哪些內容呢? 這份200多頁的戰略競爭法 分為五大章節 分別注重在投資美國競爭力 投資盟友和夥伴 投資美國價值觀 投資經濟和確保戰略安全 而且每個章節 都有付諸實行的詳細步驟 以及資金安排 在投資美國競爭力的章節 就具體列出了四項領域 供應鏈重組 加強對外建設援助 增強美國數碼能力 還有就是對抗中共影響力 譬如在科技供應鏈方面 法案授權行政部門 在2022年至2027年6年時間內 每年動用1,500萬美元預算 協助美國企業或個人撤出中國市場 為了應對中共一帶一路擴張 法案中還授權美國國務卿 建立基建交易與協助網絡 並且撥款7,500萬美元 加強在印太區域 推動具有永續性、透明 以及高品質的基礎建設 在對抗中共影響力方面 法案將於2022年至2026年期間 每年撥款3億美元 給對抗中國影響力基金 以對抗中共在全球的惡意影響 這些內容 完全是針對中共目前的擴張計劃 度新訂造的 法案中的其他內容 還包括推動宣揚人道主義 和民主價值 譬如就新疆穆斯林所受到的迫害 實施制裁 以及支持香港的民主進程 法案還支持大幅增加在印太地區的軍事投入 並且加強與台灣之間的聯繫 以及進一步限制 北京在南、中國海等區域的軍事行動 和領土主張 另一個法案 就是無盡邊疆法案 這個法案是專門針對中共的 《中國製造2025計劃》 要求美國動用更多資金和資源 在核心科技領域上阻止中共佔據領先地位 這個法案要求 在五年內撥出1,000億美元的科研經費 用於投資基礎和先進技術研究項目 最重於人工智能、機械人學習、量子計算、 生物技術、網絡安全和先進能源 這些領域的研發 法案還有很多非常具體的措施 例如收購5G等基建設師 強化知識產權保護 美國和五眼聯盟、台灣、日本等國家 商討數碼貿易和網絡安全協議等 整個法案也是在壓制和圍堵中共 雖然這個法案還要在參眾兩院審議和表決 並且要經過多個步驟才能實施 但是因為這兩個法案 都得到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強力支持 所以很有可能最終在國會通過成為法律 也就是說中美之間 不僅貿易戰、技術戰將持續下去 在外交、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 也會形成競爭形勢 特朗普時期針對中共展開的貿易戰和科技戰 已經打擊了中國的外貿出口企業 導致部分外資撤離中國市場 而科技產業的部分脫勾 對中國整體高科技發展 特別是晶片和產業 以及5C技術都是重大衝擊 阻制了中國經濟和高端產業的發展部分 這樣在未來的科技戰 中國的技術企業能夠有多大勝算呢? 目前中共正尋求發展尖端科技研究 企圖和美國爭奪科技創新冠軍地位 在14.5年計劃中 中共提出重點發展7個技術領域 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半導體、基因和生物技術 人腦科學、臨床醫學和健康 以及太空等方面 3月初的時候 中共總理李克強還表示 將會在2021年至2025年期間 將每年的研發支出增加7%以上 只不過事實是 中共總體上高度依賴美國的 無論由專利數量角度 還是專利價值角度 中國對美國的技術依賴度 遠高於美國對中國的技術依賴度 例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統計 1993年至2018年的25年之中 中國持有的美國發明專利 累計為7萬3千件 美國持有的中國發展專利 累計為24萬5千件 後者是前者的3.3倍 而根據中共外匯局統計 2018年 中國專利許可費液測 高達304億美元 是除了旅遊之外 最大的服務貿易液測 而且中國產業對美國科技依賴度 可以分為高、中、低三類 高依賴行業主要是電腦科技、 醫療技術、發動機、藥物基礎材料、化學等 德國資星的一篇文章曾經說到 考慮一家高科技公司 未來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 就是它的研發投入 如果現在它投入比較多 未來發展潛力就比較大 舉例來說 如果用剩利潤和研發投入的總和 代表無利潤 再計算研發投入佔這個無利潤的比例 就會發現 亞馬遜、蘋果、谷歌、微軟和面書 這5家公司的研發投入平均超過40% 亞馬遜最高是76% 反觀中國5家知名公司 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和華為 其中阿里和騰訊的無利潤最高 但也只不過願意拿出其中四分之一用於研發 另外華為拿出68%用於研發 而百度甚至拿出90% 只不過 即使中國這5家公司 都能夠達到華為一樣的研發強度 加起來的總研發費用也只有3,700億元 大約只有亞馬遜這5家企業的一半左右 所以 中共想要搶佔尖端科技研究 目標是遠大的 現實的可能性就相當微小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節目的分享 多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